马可福音第四章 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 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 他指着上船坐下 船在海里 众人都靠近海 站在岸上 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 在教训之间 对他们说 你们听啊 有一个洒种的出去洒种 洒的时候 有落在路旁的 飞鸟来吃尽了 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 土迹不深 发苗最快 日头出来一晒 因为没有根 就枯干了 有落在荆棘里的 荆棘长起来 把它挤住了 就不结实 又有落在豪土里的 就发生长大 结实有三十倍的 有六十倍的 有一百倍的 又说 有耳可听的 就应当听 无人的时候 跟随耶稣的人和十二个门徒 问他这比喻的意思 耶稣对他们说 神国的奥秘 只要你们知道 若是对外人讲 凡事就用比喻 叫他们看是看见 却不晓得 听是听见 却不明白 恐怕他们回转过来 就得赦免 又对他们说 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 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 撒种之人 所撒的就是道 那撒在路旁的 就是人听了道 撒旦立刻来 把撒在他心里的道 夺了去 那撒在石头地上的 就是人听了道 立刻欢喜领受 但他心里没有根 不过是暂时的 即至为道遭了患难 或是受了逼迫 立刻就跌倒了 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 就是人听了道 后来有世上的思虑 钱财的迷惑 和别样的私欲 近来把道挤住了 就不能结实 那撒在好地上的 就是人听道 又领受 并且结实 有三十倍的 有六十倍的 有一百倍的 耶稣又对他们说 人拿灯来 其实要放在斗底下 床底下 不放在灯台上吗 因为掩藏的事 没有不显出来的 隐瞒的事 没有不露出来的 有耳可听的 就应当听 又说 你们所听的要留心 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 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 并且要多给你们 因为有的还要给他 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又说 神的国 如同人把种 洒在地上 黑夜睡觉 白日起来 这种就发芽见长 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 地生五谷 是出于自然的 先发苗 后掌碎 再后碎上结成 饱满的子粒 谷既熟了 就用镰刀去割 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 又说 神的国 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 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 好像一粒芥菜种 种在地里的时候 虽比地上的白种都小 但种上以后 就长起来 比各样的菜都大 又长出大枝来 甚至天上的飞鸟 可以塑在祂的音下 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 照他们所能听的 对他们讲道 若不用比喻 就不对他们讲 没有人的时候 就把一切的道 讲给门徒听 当那天晚上 耶稣对门徒说 我们渡到那边去吧 门徒离开众人 耶稣仍在船上 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 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 忽然起了暴风 波浪打入船内 甚至船要满了水 耶稣在船尾上 枕着枕头睡觉 门徒叫醒了他 说 父子 我们丧命 你不顾吗 耶稣醒了 赤则风向海说 住了吧 静了吧 风就止住 大大的平静了 耶稣对他们说 为什么胆怯 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他们就大大的惧怕 彼此说 这到底是谁 连风和海 也听从他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